一 诸葛亮和孟大不在一个节拍 诸葛亮在黄初七年剿灭了南方的势力后 汉国地方经济交流顺畅 通过诸葛亮等人一系列的蜀科制度 国家百姓稳定 经济繁荣 用诸葛亮传宗记载是国以富饶 在诸葛亮准备继续发展经济的时候 曹丕突然驾崩了 这时诸葛亮和孙权不谋而合 那就是扣边试探 其中还拉上了孟大这个倒霉的老朋友 诸葛亮多次和孟大通书信 促使孟大叛变 小编认为有可能性最大为诸葛亮 想让孟大分担魏国兵力策重点 利用孟大这个棋子声东 自己机器 如果最终成功攻下魏国 诸葛亮再慢慢整治孟大 如果没有成功 也可以借魏国的手将孟大除掉 毕竟干掉一个知己知彼的敌人 是很有好处的 只可惜孟大意外地提前跳 反让诸葛亮措手不及 毕竟准备战争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根据明帝记 记载 诸葛亮扣边 天水 南安 安定三个郡全都反叛响应汉国了 这也说明诸葛亮可谓做足了功课 只可惜诸葛亮和孟大不在一个节拍 孙权一激动打早了 江南有文聘和陈群 孟大不小心跳早了 新城有司马懿 诸葛亮准备时间太长了 殊不知魏国西县边陲有位让自己北伐失败的大将曹真 二 诸葛亮首次北伐大局势消息传到朝廷之中 大臣们都不知道怎么应对 曹瑞认为诸葛亮平时依靠山陷巨手 显如今主动触击 是贪图添水等三具 只知道进攻不知道给自己留后路 如此冒昧诸葛亮一定失败 于是派遣五万部骑兵前去支援 乍一看曹瑞分析的完全没有道理 不过曹瑞还有其他安排 就是派遣大将军曹真总督关右地区 和早先派出去的五万兵马分别进军 杀手锏就是曹真的军事领导能力 对于诸葛亮首次北伐的具体战士 小编就不再赘述了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参考小编之前全本儿曹真的文章 曹真在北伐中分别采用稳定防守 卡四长安门户通道 相持消耗 突袭邓之赵云 戒停反击等策略和战役最终收复三具 让诸葛亮信心而退 诸葛亮没捞到什么好处 张和却在戒停之战发挥余温 正所谓老当异状事业 诸葛亮代退后 曹瑞特意驾行了长安城 为劳军事的同时 也体现此战的胜利 三 曹瑞也是个骂手 仅次于陈林曹瑞驾行长安 发表了自己对于此次战争的总结 以下文字小编尽量翻译 各位可以从中看出曹瑞的愤怒和自我满足 同时大骂诸葛亮 也可以成为各位饭后茶余时间的笑料 根据魏略在地露部天下 禀班告一周记载 曹瑞指出 刘备背叛了大汉王朝对他的恩情 擅自跑到巴蜀地区 诸葛亮放弃了自己的母亲国 加入了残破的贼子党 就好比是中毒一样 终究会因为积累恶行而毁灭 诸葛亮对外好像是一副脱钩的表象 其实在内部他就是专权有所图 曹瑞强调 诸葛亮在一周就是对一周土地的侮辱 将自己的暴虐施加给人民身上 因此利狼 党区高定 倾枪这四个地方的人们都借干而起 和诸葛亮为敌 诸葛亮不但反思自己 还极其愚昧 生搬硬套 是非不分 自以为是 打仗统领的很低级 行军执行的很低端 曹瑞认为 自己登基以来 天下太平 我是可怜天下百姓连年征法 还想要善待四海的老人 重新恢复伦理秩序 古代礼乐制度 农业生产 军事演习等等举措 但是诸葛亮却心怀满勇的心 不思考原来所在的 荆州地区良好的德行风气 确实百姓偷袭齐山 但是为国王室士兵振奋 将蜀军早早吓破了胆子 马肃高响等人都望风而逃 我们北方有虎尘无数 赴汤蹈火 你诸葛亮就是一个小子 还敢惊动朕的王室吗 曹瑞最后强调 天下都是朕的天下 王室所致 能让天地复苏 给你们带来和平和安定 一周的百姓们 诸葛亮荒淫无道 生灵涂炭 朕先公开表示 表明我魏国是教化福人 希望大家多加思考 不要最后导致邦国混乱 巴蜀的战士们 你们其实都被诸葛亮劫持 是诸葛亮的一颗颗棋子 但魏国所致大家一定悬崖了马 四 善后是一四月 曹瑞从长安回到了洛阳 却发生了一个超大的插曲 根据魏略记载 当时有谣言说曹瑞驾崩了 群臣们到听途说后 居然要立曹子为皇帝 静世中的变态皇太后 听了吓一跳 不知所措 当曹瑞本人回到了洛阳之后 变态皇太后悲喜交加 想要告诉曹瑞 都有哪些人参与了谣言的传播 曹瑞知道后 认为天下都说我驾崩了 你也不用指认了 话虽如此 曹瑞还是将传播谣言的人 全部抓起来判了死刑 然后自导自言在赦民死刑 表示恩典 没过多久 曹瑞开始讨论 讨传华诸葛亮整个战役的功劳 对于十亿爵位都有不同的变化 五月 竟是大汉 好像是在抱怨为国平静了三年后 再出现大规模战争 殊不知 接下来的战事的确是接二连三的 好像在轮回一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祝福 一人的支持 欢迎订阅大家 我来的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